大家好,我是Paul,就到周五英文一期讀 虽然说我们几周前已经做过了这个年度字 我记得是Collins Dictionary 但是我个人最推崇的 我也说过还是牛津字典 Oxford Dictionary 我曾经说过他突破了框架 他曾经有年把笑到喷泪的表情符号选为年度字 他根本就不是字 但他认为他最能够代表当年的那一年份的 的一个思维思潮 所以他就把它选为年度字 我觉得太屌了 所以Way to think outside the box Good for you 所以他们拖出了框架外选出这个字 Think outside the box 这个也算是一个常见的片语 就是摆脱框架 今年他们年度字还没有出来 因为毕竟其实还没有正式进入12月 他还没真的到年底 他多半都正是在年底的时候揭晓的 可是今年他又做出一个突破 这个突破就是他今天他有个解释 如果你有看荧幕你已经知道了 他就是你可以投票 So vote for the world of the year 2022 Vote for it 所以你可以投票 所以社会大众来投票 这个太屌了 这个我觉得 因为我曾经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概念 就是字典 其实并不是由专家去制定 这些字到底该是什么意思 而是专家会去大量的观察社会上怎么使用它 然后字典就根据社会大众的使用来去调整一些字的definition 所以字典其实是反映popular usage 这是我跟大家分享过 所以现在再强调一次的 而牛津字典就有掌握这个精神 我觉得这个就太屌了 所以他们愿意倾听大众的声音 当然还是得有厉害的人把关 所以他们还是有很厉害的 那个词叫什么词 Lexicographer还是什么鬼的 Lexicographers 没有错没有念错 所以他们有Expert Lexicographers 总之就是文字学家之类的 所以他们会把关 所以他们narrow down了三个选择来让大家投票 所以你并不是说我也来加一个选项进去 所以全世界都来投 然后总共有2000多百个字 来当做投票选项 那也太夸张了 所以他们还是控制着这个字的数量 那他们的逻辑是 他认为2020年事实上是一个重新打开 就是我们在疫情后 把世界又打开了 那打开之后 大家就应该再融合回忆起 可是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棒 所以我读一段他这个言言给你听 So 2022 has been a year defined by opening back up True 重新开放 However Although we have finally been able to physically reunite and come together again Our world somehow feels more divided than ever 所以虽然我们已经可以 就是在肢体上 物理上能够再跟大家reunite 重新结合 不要想歪 或者是就come together again 但是我们的世界感觉又跟大家 就是很多意见不同 像例如说我们常吵的一些性别的议题 政治上 甚至对于战争的看法 这些的 我们都觉得社会非常的divided 所以他们就希望借由这个方式 大家来come together 一起投个票 这样子 所以他说 in recognition of this shift we wanted to open up the final step of our word of the year selection process to the true arbiters of languag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太酷了 所以把这个打开来 最后这个选年度子的最后一步 open up the final step of our word of the year selection process 然后选年度子的选择的这个过程 开给谁呢 开给语言真正的这个判定者 ok 这个定夺者 arbitur 就arbitration arbitur就是去像我们讲说仲裁之类的 就是arbitration 所以我们事实上才是语言的arbitur we are the arbiter of the language arbiters so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所以 without further ado 我们来看他的三个选项是什么 第一个选项 是metaverse 大概也不意外啦 就脸书嘛 对不对 那他的一些描述 我觉得事实上你大概都懂了 所以他说 什么他 不管你是用VR来 混合般的工作啦 hybrid working in VR 或者他 我们以后就讨论 讨论这是不是这个 我们就是未来 网络的这个 就网络未来应该长这个样子 so the debates of the ethics and feasibility of an entirely online future 所以就我们以后整个人生都搬到网路上 这到底在道德上对不对 或者可信度高不高 so we have debates on these topics so再一次 debates over the ethics and feasibility of an entirely online future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metaverse想要达成的 所以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一个这个candidate 我不是很想再多介绍他 因为我觉得这个字不是我想要的选项 我其实已经想好要投给哪一个字了 也就是我今天影片的标题 第二个I stand with 这其实是一个hashtag 一个主题标签 I stand with what 所以我跟谁站在一起 所以这是这一个 这甚至不是一个字 这算是一个phrase 那这个东西跟什么议题扯到有关呢 有跟例如说打仗 对不对 所以他说 I stand with recognizes the activism and division that has characterized this year 所以我们就是这种很多不同的一些 搞活动的啦 搞抗争的啦 这种activism 以及社会的这个分割 division 那这些东西都非常凸显了 今年长的是什么样貌 所以他characterized 2022 所以从乌克兰之战 from war in Ukraine to the Depp and Hurd lawsuit 所以这个Johnny Depp跟 Ember Hurd 这是一个法庭攻防站 当然我相信大部分人 都站在Johnny Depp这边 不过still 反正这是一种对立嘛 I stand with Johnny I stand with Amber 之类的 所以这个word呢 好 所以就是 他是在social media上被控制出来 of course to align your views to a cause or person 这样子 所以这里有个字叫做cause 你跟某个cause呢 然后你的看法跟它 走在同一条线上 so you align your views to a cause 那我就很想讲一下 cause这个字 大概怎么去翻译它 你可能对because比较熟 叫做因为 那cause呢 还有造成 动词的话 就a causes b 就a造成 b 那很多台湾同学 还会被a results in b a gives rise to b 这些都是有造成的 就是各种不同的版本 这样子 那或者a leads to b 也很常听到 那但是a causes b 这个cause可以翻译成造成 可是这里在讲 并不叫造成 这个cause是名词 所以你跟某一个cause 然后把你的观点 跟它align在一起 就是你支持它 所以这个cause可以 勉强翻译成是诉求 或之类的意思 所以你跟某个诉求 或者可以翻译成目的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两个翻译 都并不是非常的最精准 而且我真的觉得 没有一个中文字 可以很精准的encapsulate它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听 你参考一下下 总之cost是我刚说的 可能是一种诉求 是一种追求 所以我很熟 我很印象很深刻的 遇见它的一次是 我以前在打电动 打一些那种 网路上的那种RPG游戏 那整理你知道吗 就是升等级 然后打装备 然后赚钱 然后反正你有很多的同盟的这些队友 大家一起去跑副本什么这些 对吧 那身上装备越穿越好 就其中有一个guildmate 就我们讲的盟友 他就跟我在聊天 他就说 我打了半天 我说打不到一件 我很想要的护甲 他是弹 所以他的护甲很重要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句 我的装甲 我的armor的这个部分 根本就是一个已经没有用了 已经失败了的一个诉求 你看我把它翻成诉求的话 那这什么中文 可是他的英文讲的是这个样子 我已经有打出来 My armor is a lost cause 这是母语人士道地的英文 他跟我说 My armor is a lost cause I just can't get the piece that I want 所以它是一个loss掉的一个cause 我不想翻译了 我希望你懂 这在说什么意思 你把它翻译成诉求 我只是真的没有这样的中文 把它翻译成追求诉求 好难 好了 可以了 希望你懂 好 again I stand with 也不是我想要去支持的年度字 我支持的是第三个 goblin mode alright goblin mode 什么东西呢 好 先描述一下下 在描述前 或许我们先讲一下 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mode是模式没问题 goblin是什么 goblin是一种神话中的妖怪 我们有时候很方便的 把它翻译成地精 为什么用地这个字 地精 地上的地 因为他们多半很矮小 然后他们反正就是搞事 这样子 所以我荧幕上 google了goblin这个字 出现地精 我们点一下图片 你就看到goblin 在多半被depict成这样子的模样 OK 绿色的小怪 背了一箱钱 什么之类的 然后总之就是 不是什么正义的东西 多半都是坏坏的 这样子 所以这样叫做goblin 而且一般理解都是绿色的 好 地精 OK 那什么叫goblin mode 我们回来这边再看一下 所以goblin mode 它是一个 我先读完给你听 is another relatively new concept 相对来说新的概念 the idea of rejecting societal expectations put upon us in favor of doing whatever one wants to 好 先看到这里 所以这个idea 就是去reject掉 再放在我们身上的社会期待 不要了 我想要当个地精 我想要整个暴走这样子 地精 所以goblin其实在游戏里面 尤其是我以前玩的world of warcraft 就是魔术世界 里面就是有goblin的 他们就常常暴走 OK 他们是不受控的一群小怪 受到一点刺激 就这样子 所以goblin mode 所以我们就不要管社会 对我们有什么期待了 我们就想要做 我们想做的事情 in favor of doing whatever one wants to do 所以这个early usage 可以回缩到2009、2010年 所以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了 但是现在随着我们社会 又慢慢回归正常 很多人就不想回去过正常 朝九晚五的办公室工作 这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甚至苹果的员工 很多不想回去工作的 也不是说不想回去工作 不想回办公室 他想要work from home forever 这就是一种goblin mode 你可以说 I want to do things my way 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再多看几个不同的source 所以我这边还有另外一个 我觉得这个source就很棒 这是一个pcgamer的网站 然后他就呼吁大家 去投这个goblin mode 我也会投 因为我觉得这个字 远固于metaverse 也远固于刚刚的什么I stand with 什么狗屁 所以他这里说了几个 就是gamer的想法的一些描述 我觉得看的真是心有戚戚焉 要是今天你曾经当过一个gamer的话 你一定很同意他这边说的一些东西 好我就读一下给你听 so please go vote for our lifestyle 所以投那个票是为了捍卫我们的生活模式 go vote for our lifestyle go vote for taking care of yourself and having joy in rejecting in rejection of society's stifling norms 一句一句看 所以你去投是为了干嘛呢 照顾你自己 以及享受着 having joy 在什么方面 in what in rejection of society's stifling norms 所以拒绝掉 社会的这个令人窒息的一些 所谓的所谓的正常 你就要上班要结婚 然后要 我说一些这话可能不得体 要孝顺长辈 right 然后跟人家讲话不可以太大声 这些可能都是一些social norms 那你可能不想鸟这一些了 然后你就要爽爽的快乐的 不想鸟这一些 so yeah having joy in rejection of society's stifling norms stifle这个字就是 就是把人家给扼杀掉之类的这样子 所以社会上是有很多的stifling norms 再看下去 vote for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vote for vote for 不同的一个句子 不同的句子可是都是同样的这个pattern 那它都是用起始句 vote for this vote for this vote for this 所以刚讲完了 go vote for taking care of yourself and having joy in rejection of society's stifling norms vote for not taking a shower today and eating a whole bag of chips and taking bites of cheese right off the block and building a tower of empty drink cans beside your monitor over the course of a 12-hour session 好长啊 什么东西啊 好来 好好的看一下 so vote for what 它接了 好几个不同的事项 第一个 not taking a shower today 没有人说每天要洗澡 所以投票就是为了今天不洗澡 OK vote for not taking a shower today 以及呢 吃了一整包的洋芋片 你可能说那又怎么样 well 这是一种decadence OK 这是一种堕落 吃一整包洋芋片 有时候我会觉得 我有时候会买100块的那种 那个lays的 你知道在去过卖场 你知道说什么 100块就最大包那一种 然后吃吃吃 就是会发现哇看已经磕掉半包了 好有最恶感哦 那又怎么样 继续吃啊 吃完它 所以这就是这个概念 OK so eating a whole bag of chips and taking bites of cheese right off the block 所以这句你可能会比较看不懂 taking bites of cheese right off the block cheese呢 如果是可能一个家庭 他可能是买一整块的 所以那个东西叫做一个block 你知道砖头的概念吗 那这种cheeseblock 一般来说要吃 就是切成一小小块的 一小块的 方砖的大小这样子 OK cubes cheese cubes 所以这是cheese真正的 该有的礼貌的吃法 但是没有人说 你不可以 把那一整条的cheeseblock 拿来咬吧 所以 taking bites of cheese right off the block so you bite it off the block 直接拿那个起司砖来 用啃的 vote for this OK 还有再来 下一个又and的下去 building a tower of empty drink cans 所以你建了一个塔 这个塔就是喝空了的罐装饮料 有一个饮料叫做Mountain Dew 我记得中文把它翻译成鸡郎 这是我们很多PC gamer 很喜欢喝的饮料 以前我打魔术世界 就有一个盟友 他就真的做了这件事情 他喝空了以后就放旁边 喝空了就放 然后喝喝堆下来 堆成一个塔一样 在他的电脑荧幕旁边 还拍照给大家看 这就是打电动的人会做的寸事 可是他妈的就是爽 so building a tower of empty drink cans beside your monitor 在你的荧幕旁边 over the course of a 12 hour session 所以在一个12小时长的一个session 什么session 狂打电动的session吗 不然还有什么呢 right 好 所以打12小时电动 然后就喝 喝完之后 堆一个塔起来 vote for this 再来 vote for sneaking in a cheeky vampire survivor's round during a baby's nap 你要是有小baby 他在睡午觉 你就趁机偷打一场吸血鬼的生存战 这可能是某个游戏里面的其中一种模式 你知道很多像以前的dota或之类的 有吸血鬼模式 大家知道 猜到这来说什么 vote for not putting on any makeup or brushing your hair or changing out of your pajamas 所以vote for what 不化任何妆 not putting on any makeup 或者梳你的头发 brushing your hair 或者呢 换掉你的睡衣 changing out of your pajamas 所以change out of your pajamas 就是把你的睡衣给换掉 OK so vote for the energy of trying to enjoy yourself rather than better yourself 所以vote for最后一个 就是vote for这个能量 什么能量呢 试着享受你自己 而不是一天到晚想着 怎么样让自己变好 你不觉得世界上很多的声音都告诉我们 怎么样自己变好 30岁前你要做什么事 40岁前你要做什么事 很烦啦 OK 放过自己一码 go goblin mode OK 好 这是我会偷的 我现在回到刚刚那个网站 我现在就要按下去 so what is your word of the year 2022 goblin mode there we go I've cast my vote I hope you do yours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